大王乌贼能长到多大? 八十米长的乌贼真实存在吗? 他的克星是谁? 大王乌贼深海里的怪物 他属于投足软体动物 长得和章鱼相似 但大王乌贼比章鱼可怕多了 与长期在深海里生活 他长有一双巨大无比的眼睛 据说有两个篮球这么大 除此之外 大王乌贼成年之后 平均体长可达13米 最长可达20米 体重可达2000斤 不得不说一只大王乌贼 相当于一艘船了 在人类的科技还没有如此发达 潜艇水下探测器还没出现时 大王乌贼一直是渔民心里 畏惧的深海怪物 据资料记载 1873年10月 纽芬兰曾有渔民 带着自己儿子出海捕鱼 结果遭到怪物袭击 他看起来像章鱼 但触手却比章鱼大多了 差不多有六米长 而且怪物的触手十分灵活 他抓住了渔民 幸好小男孩集中生智 用刀切断了怪物的触手 他们最后没有被拉入海里 当然不仅是纽芬兰渔民 有时候看见常触手怪物 挪威西西兰等地 也有渔民描述 终于 当第一具大王乌贼尸体 被冲到海岸上时 深海怪物的面纱才被揭开 科学家们对其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那问题来了 网传巨型大王乌贼能有80米 这是不是真的呢 由于大王乌贼很聪明 警惕性很高 加上他们视力很好 因此大王乌贼能轻易避开潜艇 和水下相机 加上他们一般在300到3100米的深海里栖息 研究人员想抓一两只大王乌贼来观察 实属不一 因此 目前科学家对他们的研究 大多数是基于被冲上岸的大王乌贼尸体 以及从鲸鱼卫里发现的尸体碎片 活着被捕捞上岸的大王乌贼比较少见 通过700多个标本对比 科学家得出一些结果 大王乌贼头部带触手 大概能长到13米左右 最大的一只是19世纪 在挪威海岸上搁浅的大王乌贼 他体长达到17米 体重更是接近1000公斤 说得不说 人站在他旁边就像一条小鱼一样渺小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小伙伴好奇 真的会有乌贼能长到80米吗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目前海洋里最大的动物有多大 蓝鲸被认为是海里体型最大的动物 它最大体长可达33米 体重可达181吨 这样看来它已经是海里的旁人大物了 现如今 由于咱们对大王乌贼的研究 目前局限于几百个标本 所以咱们也不能轻易断言 深海里大王乌贼能长到多大 但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体型越大动物 所需要的食物越多 如果大王乌贼能长得比蓝鲸还大的话 那蓝鲸可能就是它的猎物了 但事实上 别说蓝鲸 大王乌贼连抹香鲸也对付不了 它的天敌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抹香鲸 另一个是南极睡沙 成年抹香鲸体长 可达18米 体重可达50吨 别说抹香鲸名字文雅 但实际上 它的战断力爆表 就连无所畏惧的虎鲸群 也不敢轻易招惹抹香鲸 毕竟 抹香鲸头部巨大 还长有锋利的牙齿 被它咬上一口 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 大王乌贼逃不出成年抹香鲸的手掌心 只能乖乖被它吃掉 化成粪 便成为价格昂贵的龙咸香了 而南极睡沙 可能大多数人不太了解 它是深海鲨鱼 平日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海洋里活动 成年的南极睡沙体长可达4.4米 体重也能达到两吨 虽然比不过大王乌贼 但睡沙游动的速度很快 而且 它瞬间爆发力很强 加上一口钢牙 能轻松制服行动缓慢的大王乌贼 不得不说 自然界真是一物降一物 对此 大家觉得呢 欢迎一起来到了